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那个求是百科的那个段子 已经把它给爬去下来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爬去下来的这个段子 把它给存储到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把它给存储到我们那个GS文件当中 好吧 好 这地方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这个作者和这个内容 那么虽然内容比较 就是这个爬去数据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们把这两个东西 把它给存储到我们的这个GS文件当中 好吧 存储到GS文件当中 好 那么存储到GS文件当中 存储到GS文件当中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这个scribe框架 它的一个那个架构图对吧 我们要把数据存储到GS文件当中 我们应该要什么呢 应该要把这个数据传给这个pipeline 让它这个pipeline去处理 让这个pipeline去处理 而不是在这个爬中当中去写 当然你在这个爬中当中去写 毫无疑 完全可以 只不过这种嫌要的话 不是scribe宽在它推介的一种方式 它推介的方式的话 是放在这个pipeline当中去写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回到这个地方 这里我们如果想要将这个数据 移交给这个pipeline 那么我们就非常方便 我们就非常方便 怎么能够做呢 我们就直接将这个数据 把它给移交给这个pipeline 这个地方我们第一个叫做段子 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一个注定 然后是这个audh挖 是等于这个audh挖 对吧 然后这个contain是等于这个contain的 好 那么拿到这个段子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段子给这个pipeline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的 要的的话 就是将我们的这个函数变成 把它给从一个 从一个普通的函数 把它给变成一个生成器 那么以后的话 大家 那么以后的话 再去变力这个 变力这个生成器的时候 它就会将这个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反回去 一个一个的把它给反回去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段子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eer的回去 这样eer的给那个什么呢 给那个引擎 引擎拿到以后 再把这个东西把它给移交给什么呢 移交给这个pipeline 移交给这个pipeline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来到这个什么呢 pipeline死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pipeline死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面去写 那个存储的代码 在这里面写那个存储的代码 那么这个求是百科 这个pipeline当中 不是不是求是百科 这个pipeline当中有三个方法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有三个方法是需要注意的 就是它会调用这个pipeline 它里面的三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是open spider open spider open spider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爬抽 打开了以后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行数 知道吗 以后 以后如果 这个爬抽在运行过程当中 传递了一些item进来 传递了一些证的数据进来 那么的话 它就会去出 它就会去执行这个proseitem 比如说你在这地方 你在这地方 你要的段子 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数据什么呢 把这个数据 传给要的回去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pipeline当中 它就会把刚刚你传过的 这个数据 传给这个item 这个参数 只要的话 再传给这个行数 再传给这个行数 好了 那么接下来 还有另外一个行数 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什么呢 close spider 就是这个爬抽 如果完成了以后 就这个盘子 如果没有做事情 如果完成以后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行数 就会去调用这个行数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几个当中 来跟大家讲 好了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数据 写入到这个什么呢 写入到这个jazz文件当中 那么写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打开一个 打开一个文件 对 那么打开文件 该做那就做 是不是可以在这个spider 打这个爬抽 刚刚开始以后 我就把这个东西 把它给打开 对 把这个东西把它给打开 或者是什么呢 或者是这个地方 我直接在他的这个构杂 按照当中去打开 一例子 这个地方打开也可以 好吧 这个看你自己 好 那么我就在这个构杂 当中打开 fb等着什么呢 等这个open 然后是这个比如说段子 点加上对吧 json 然后是一写的方式打开 然后一扣顶是整理这个utf干8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个东西打开以后 接下来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把什么呢 把这个把这个传进来的这个数据 再写入到我们的这个文件 那中 那么这个atm这个东西的话 它是一个字典 对 这个地方一返回来的是个字典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就要将这个字典把它给转换成那个json啊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导入这个json 好吧 之前我是已经导入过了 这个地方就导入这个json啊 导入这个json以后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把这个itm把它给变成一个json 好吧 好 那么就itm啊 json 等于这个什么呢 就json的淡姆斯加了个i加了个i加了s的代表的是不需要文件的对不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用弹幕斯先把它给把它给弹幕成一个json字符上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json字符上写到我们的这个文件那中好吧 就是save.fp.write alright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把这个itm的json把它给传进去啊 那么每个json 这数据之间我们让他寄进一个换行 说到后面给他加一个换行好吧 给他加个换行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把它给写进去的啊 好 那么如果这个爬虫完毕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文件把它给关闭掉吧 对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closespider当中来 叫save.fp.close啊 保存一下 这里话为了做个隐士啊 那么我就在这边来打印几个东西吧 打印几个东西啊 让他去看一下啊 这是呃爬虫开始了对吧 爬虫开始了 然后是这个地方来指引一下啊 爬虫结束了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呃 这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去做 因为因为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里面会有数据保存进来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东西就相对是已经写完了 这个pipeline就写了写完了啊 写完了以后我们啊这个pipeline还不会自动的运行 那么如果你想让这个pipeline能够能够处理这个数据能够运行 那么的话我们就应该来到这个settings.py这个当中 我们要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itempipeline啊 找到这个itempipeline啊 找到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取消注视啊 取消注视 哎 默认情况下的话 它是已经默认给你生成了 放到一个pipeline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pipeline啊 就是 一个站的位置 一个站的绝对位置 它是在这个900百科点pipeline 这个文件下面点那个900百科 pipeline啊 那么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作为它的那个key写在这个地方啊 然后后面给个value啊 这个value的话 它是一个呃 优先级 代表的是一个优先级 值越小 代表的是这个优先级越高啊 代表的是个优先级越高啊 因为如果存在多个pipeline 从存在多个pipeline 它是不是应该要执行每一个pipeline啊 对 那么哪个pipeline在先执行 就看后面这个值 后面这个值越小 它就越先执行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只有一个pipeline 所以的话后面这个值 给多少度无所谓啊 给多少度无所谓啊 好保存下 好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运行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好吧 运行一下 好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啊 来 是不是爬虫开始的 爬虫开始的 在他打印的 是不是在我们的这个pipeline当中的这个openspile的这个里面啊 对不对 然后还有是这个爬虫结束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爬虫完成了以后 他就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对不对 然后这个地方是不是生存了一个叫做段子.js的一个人的文件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刷进来打开啊 好 这里面的话 它是啊 一个个这样的东西啊 都看不懂 对吧 都看懂啊 呃 原因出在哪里呢 原因就出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pipeline这个地方 我们但我们呃 但不这个jess的时候 我们没有把那个呃 关闭掉 对吧 这个因素因素啊啊 把这个东西置于foss 好吧 把这个东西置于foss才能够保存把我们保存一个周文啊 好 那么这情况之后 我们我们再刷进来打开 对吧 哎 这个的话就是一行的话 代表的就是一个jess数据 对吧 一行代表就是一个jess数据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扒中对吧 这个扒中就轻轻松松的完成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优化下我们的这个扒中啊 现在的话 我们是直接返回了一个字顶回去 对不对 直接返回一个字顶回去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什么呢 scribe框架当中 这个scribe啊 它是建议我们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针对一些这样的item 针对一些需要存储的一些这样的数据项啊 那么的话 它其实建议啊 在这个items这个里面定义好一个人的模型啊 定义好一个人的模型 好吧 嗯 那么这个模型里面的话 就有一些这样的字段啊 比如说你现在要存储什么呢 要存储这个段子 它的那个作者 这个段子的内容 那么的话 你就把这两个东西写到这个里面来啊 那么以后在传递这个数据的时候 就不要使用一个字顶呢 而是使用那个 你这个地方定义好的这个item 明白是吧 好 那么这边我们来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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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的话是固定写法啊 这个是固定写法 代表就是啊 有这样一下啊 有这样一下啊 啊 还有什么呢 还是那个contain的 等于这个什么呢 scribe 点那个 field啊 好 这样的话就定义好了一个这样的 类啊 就定义好了一个这样的类 好 那么有这个类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地方啊 这的话 那我们就把刚刚写好的那个类把它给导入一下啊 from下这个是呢 94百颗.item import下这个呃 94百颗 item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定一个啊 item等于这个什么呢 94百颗item啊 这里面是那个 auteer auteer等于这个啊 auteer对吧 然后是contain的 是等于这个contain的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就不要了 然后的话 直接返回这个item回去啊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人的写法 对吧 比较专业的写法啊 这种方式 它比我们直接使用字顶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第一点好处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item这个东西啊 它是呃 它它是什么呢 它可以固定好 你这个里面需要传递哪些参数 对吧 固定好需要传递哪些参数啊 如果你传多了 那么这个地方就直接会报错 这样的话就可以约束我们这个传递值不会断来 对不对 不会拿来啊 这是第一点好处 第二点好处的话啊 就是 显得也更加专业一点 对吧 就是在传递数据的时候啊 你不再是一个字典搞来搞去啊 是一个有一个证的类的 好吧 一个证的类啊 好 那么大家以后在写这个牌上的时候啊 就使用这个item 好吧 就使用这个item啊 好 那么使用这个item以后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pipeline这个地方啊 我们得到的这个item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证的数据类型的啊 就是一个证的数据类型 那么这个数据类型的话 是不能够直接被这个jason把它给呃 导弹谱的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要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换成一个呃 能够大母亲这样子那么我们首先先要将这个东西把它给转换了一个字典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玩dlcd啊 把这个item给进去啊 好 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呃 正确的鞋版 好吧 所以是一个正确的鞋版啊 好 那么保存一下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爬手也是玩的也是可以正常的执行 对吧 也是可以正常的执行啊 好 只不过是现在这种鞋法会更加专业啊 更加专业啊 好 那么这里话 我们来跟大家做个笔记吧 那个九十百颗啊 九十百颗笔记啊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上一颗的一个笔记啊 上七个的笔记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面啊 嗯 response啊 是一个什么呢 那个对象啊 是这个对象 可以执行啊 嗯 语法啊 来提取数据对吧 嗯 好 然后的话我们的那个 嗯 嗯 嗯 准备出来的数据啊 数据啊 数据 呃是一个什么呢 S1 AECD OI 或者 或者是一个什么呢 S1A1 S1AECD OI 类似的对象啊 如果想要获取其中 呃 那个字符串 对吧 如果想要获取其中的那个 呃 字符串啊 那么应该执行那个 GAT L 或者 GAT GAT 方法 对吧 GAT 啊 方法啊 这个话是获取 那个 嗯 嗯 获取那个 S1AECD OI 中的所有文本啊 我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对吧 好 第二个是那个GAT 方法啊 获取的是 S1AECD OI 中的第一 第一个文本啊 返回的是一个SDR配信啊 嗯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如果哈 如果那个数据呃 请求回来 呃 解析回来 啊 要传给 还不 那 处理啊 那么 那么可以使用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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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啊 一个的传给他啊 一个的传给他啊 只不过是 如果你在这个里面直接return哈 如果你在这里面直接return这个item的话 那么就只能返回一个item 不能将所有的item都返回去 好吧 这样的话我们再来运一下啊 也是可以的 对吧 也是可以的啊 这里面也是有的啊 返回啊 或者是收集 收集所有的item啊 最后统一 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return返回啊 第六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什么呢 adm啊 建议在什么呢 adm4.py中定义好模型啊 以后就不要使用字典 好 然后的话还是那个piplein啊 piplein这个是装门啊 用来处理啊 那个装门用来保存数据的啊 其中有三个方法是 是是经常会会被经常用的啊 第一个是什么呢 那个open spider对吧 放到下面的吧 来啊第一个是open spider啊 它是 salef sbid一样对吧 是打开 当爬虫被打开打开的时候 实际对吧 好 第二段是那个process plc as的处理这个item啊 啊这个地方是salef adm还有spider啊 当啊那个爬虫啊 有数据传过来的时候啊 有那个adm传过来的时候啊 会被标用对吧 然后的话 还有是那个close spider啊 salef sbid一样对吧 啊当爬虫关闭的时候会被调用 被标用啊 好 那么要这个地方要什么一点 要激活啊 那个pipeline 应该在什么呢 s1s1tdmgs.py中啊 中找到啊 呃 去找啊设置什么呢 设置这个 设置 item pip1 lns 好吧 那么这些东西就作为一个啊 笔记这个东西啊 就作为一个这样的回顾的东西啊 大家看到这个笔记就应该想到其中的一些知识点 对吧 比如说怎么去设置这个itemspider呢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打开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对吧 我们好 考虑到这边吧 智力如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保存这个数据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吧啊 感谢大家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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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